接下來要告訴您 巴西足球巨星內瑪爾的豪宅爭議越滾越大 因為他在里約的豪華莊園裡面 違法開挖人工湖 結果被重罰大約一億元新台幣 而他的父親在環境部門官員上門調查的時候 還跟對方爆發嚴重口角 一度遭到逮捕 這是巴西足球巨星內瑪爾的豪宅 坐落在里約熱內卢西南方的沿海小鎮曼加拉底巴市 里頭施工的巨大人工湖 卻讓他審陷大麻煩 因為違反當地法規建造 內瑪爾將被重罰 一千六百萬雷亞爾 約1.02億元台幣 當局在上月22號派人登門要求停止建造人工湖 但怒氣滿滿的內瑪爾父親與環境官員爆發口角 一度遭到逮捕 內瑪爾的父親被認為藐視公權力 但遭逮捕後 並沒有遭到拘留 只被口頭警告 下次注意態度 內瑪爾家族發言人拒絕針對此事發表評論 而官方表示內瑪爾的豪宅被查出有幾十件違法開發行為 包括擅自擷取河水 違反規定搬動岩石 砂石等等 畫面可看到周邊河川與河岸都有開挖痕跡 附近的石塊也被移動作為人工湖的裝飾 當局目前開出四張罰單 並在人工湖周遭拉起封鎖線 下令停止所有建造活動 而內瑪爾在二十天內可以上訴 公視新聞張玉萍編譯